这两个年轻人认错人了 你快给他说一说 认错人了 我这怎么行 我们是做自媒体的 您知道咱们是有一位 一名捐款 住学三十年的好心人吗 我知道 那个报道挺多的 叫 叫 叫 验过 验 验过 验渡寒潭 叫验渡寒潭 验渡寒潭是吧 是 名儿太难清 不是 您找他干什么 我们调查了验渡寒潭 去慈善总会的捐款记录 每一年都是这两天去捐款的 所以这些天我们两个 一直在慈善总会的门口等着 看到有谁出来 我们就去采访谁 对的 对的 今天我们看到这位奶奶出来 就想采访她 对 对 对 然后跟着她上了公交车 就一路跟到你们社区了 姑娘啊 我已经说了 我是姓叶 就是这树叶的叶 不是那个大燕的叶 你看他们就是 对 姓叶 确实姓叶 我真是 我这一路啊 跟着你们解释啊 解释啊 你们就是不信 你说他们就是 非得说是我 我就是一个捡垃圾的老太婆 真的不是我 奶奶 我们没认错 我手机都拍下来了 就是您从慈善总会走出来的 清清楚楚的 您可能就是那个 隐姓埋名的好心人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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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好像恨了上我了 不是 奶奶 那你上那个慈善总会干吗去了 这 我 我是去了 好 我 我去了 我是那个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像我这胡瓜老人 能不能申请慈善援助 人家说了 我有培训金 不能申请 这么回事啊 嗯 这个 你说我 我也知道我这样脸皮挺厚荡 可是我不想跟你们说呀 你们确实逼着我说的呀 这有什么害臊的 是吧 不是 你们肯定搞错了 就是 你们为什么不去问工作人员呀 我们问过了 可是他们说答应了人家要保密 对呀 人家既然隐姓埋名的 就是肯定不愿意暴露身份呀 你们干嘛追着不放呢 我们也可以不透露他的真实身份 就是想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这就不合适了吧 我知道 你们想弄一大新闻 火眼球是吧 可是那你不能这样 差不多了 那走吧 叶奶奶 我跟这儿聊了 走走走 奶奶 你 走了 走了 别围观了 别围观了 什么事儿啊 倒也没什么大事了 不是说让咱们社区 出一个典型的人物 典型的试剂 去说服势里吗 嗯 我倒是真知道咱们社区 有一张网站 网站 谁呀 豪哥 你怎么着 你把这个事情啊 挖完分本地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来决定 好不好 行吧 那我就为了社区大嘴巴一次 你们知道一直命名 乡市区捐款的 雁度寒潭吗 不是之前有人误会说 是叶奶奶吗 其实那天啊 我去叶奶奶家 哎 顺顺顺针赚对吧 哦 再赚再赚 然后呢 哦 哎呦 转了转了转了 大神你太牛了 行 我待会儿再给你回过去啊 多谢多谢多谢 哎 叶奶奶 转了转了 哎呀 姜 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听了 其实啊 她就是发条的问题 家里有没有唱片啊 咱们试试 哎呀 有有有 在哪儿在哪儿 哎 我去拿 我去拿 在哪儿 哎呦 姜啊 哎呀 这就在这上面 叶奶奶 叶奶奶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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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吗 哎呀 对对对 哎呦 哎呦 对不起啊 叶奶奶 我不是故意的 哎 太乱了 我 我来我来我 太乱了 啊 这 这 这就是这样 哎 叶奶奶 这 燕渡寒谭 哎 什么呀 别忘了 叶奶奶 你 你 你莫非就是这个 燕渡寒谭 哎呀 不是 不是我 您这 不是你的话 这个东西怎么会出现在您家呢 哎 我可听杰哥说了啊 还有人要采访您呢 大家都在找这个人 您为什么不承认啊 我 我捡的 捡的不行啊 你没事捡这些收据干什么呀 你看这有的收据都发黄了 一看就是有日子了 您不说 我可出去给您散去了啊 反正这种事情吧 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 你怎么这么逼我呢你 叶奶奶 我没有逼您的意思 你这样 你就告诉我一个人 我保证我发誓我一定替您保密 你是一个男子汉 你亲口说要替我保密 不能让第三人知道知道吗 叶奶奶 莫非 你真的是这个艳渡寒谈 你承认了 不 叶奶奶 你也太厉害了 我听说您这个捐款持续了三十多年 我就不明白了 我的爸爸每次捐款 无论是大钱还是小钱 一定要搞得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您在我们的印象里 永远都是那么的小气 抠门 因为一个水瓶子能跟人争得你死我活 如果你让大家知道 您就是这个艳渡寒谈 大家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的 小家 你知道 艳渡寒谈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这是古代文集 《菜根谈》里的两句话 艳渡寒谈 艳过 而谈不留影 风来疏逐 风过 而逐不留生 这个意思就是说呀 大雁飞过去了 水面上没有留下大雁的影子 风吹过去了 竹林归于平静 哎 哎 做人也是一样 哎 哎 你比方说 我把钱捐出去了 这个事情就算做完了 哎 哎 我该吃了吃 该喝了喝 该捡飞品 还照样捡我的飞品 哎 不是常说吗 啊 祝人为乐 祝人为乐 那帮助人 本来就是个快乐的事情啊 呵 如果要是 为了出风头 太累了 没有意思 奶奶 都活了这把年纪了 我还想啊 多过几年清静日子呢 啊 叶奶奶 您 真的是太令人尊敬了 哎 您放心 我一定替您保守秘密 好 一言为定 啊 好孩子 原来是这么回事 难怪了 那天叶奶奶给你送熏鱼 我看你们俩好像有什么秘密似的 你还别说 这个燕赌寒滩 还真就是个王诈 他这个匿名捐款的事啊 让大家是 既感动 又好奇 如果大家知道 他是一个紧紧靠着收废品 又把所有退休金 都捐出来的一个孤寡老人 那这事再多轰动了 但是不知道叶奶奶同不同意公布她的身份啊 我答应了她要替她保守秘密 我真怕她知道我出卖她 她她会把我打一顿的 呵呵 哎 要不然 你去跟老佳说一声 反正我觉得这么做也是给社区好 怕 来 跟老佳说 Pak 让你等这么半天呢 来 尝尝 谢谢 谢谢 怎么样 小姜怎么没来 她有点怕您 怕我 怕我揍她 你说说多大一点事啊 不就是让我抛头露面吗 我 同意了 真的 嗯 谢谢叶奶奶 您就是帮了咱们社区一个大忙 你看啊 要是这一次咱们中心街区 能够承办市里文化街 您啊 才是最大的功臣 一个人哪 粗茶淡饭 心里最踏实啊 其他的都是虚的 对我来说 没什么意义 不过我做的事情 对别人有帮助啊 我也无所谓啊 如果您那儿要是需要我做什么 您就说话 如果要是记者来采访我呀 要给我拍照片的什么的 那你得提前一天告诉我 我得把自己收拾得亮了点啊 是不是 没问题啊 叶奶奶 你已经很好看了 哎呦 你看你今天穿这个脊髮多好看 哎呦呦呦 你才漂亮啊 哈哈哈哈 榜样艳渡寒潭叶佩华 匿名捐款三十年 用善良书写人家 对